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我们今天有请当盛邀请的 当然是杨文志 文志你好 刚请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文志 你过去也在绿圣和平电台 主持过节目 我在失业的时候有主持过 你失业过 我当然失业过 我当年离开新闻局以后裸退 我们真的都裸退 真的是在集成工作 长达几年 五年 五年都在那主持吗 五年都没有读董当 读董要跟你所属的公司 你要采取监督 而且是对立的 那时候我不是立委 什么都不是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是因为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在紧张关头 他接受了绿色和平电台主持人陈雨昕 你也非常熟 其实我们也认识 接受他的专访 你如果有人脉关系 或者是你从柯P 为什么这么急迫性的 带着陈景俊副市长去上了陈雨昕的节目 你认为他们是好朋友吗 是有做球的这个关系吗 为什么选择绿色和平 为什么选择陈雨昕 跟谢系有没有关系 跟谢系没有关系啦 因为谢系真的没有什么在运作 那陈雨昕他也不算 坦白说他也应该不会算是派系中人 但是他是台北市政府顾问嘛 那我知道他跟柯市长的私交非常好 他们真的非常水乳交融 所以我说昨天那的确是一搭一唱 特别安排好的 你这样认为 我想我的形容应该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我都认识嘛 绿色和平之前 谢长廷院长当过董事长 后来交给徐国勇 前一任是徐国勇啦 前一任是徐国勇 但谢长廷有没有当过董事长 我不太记得 好像不一定有 那你的意思是说 跟谢长廷 谢长廷也是 柯文哲背后的一个政治导师啦 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跟他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 谢院长现在在当大使 那你说政治导师 我觉得 我觉得恐怕是聊过几次吧 大概不能这样子认定吧 我随便问 之前谢院长他在这个 回应管中民事件的时候 第一时间 他后来有修补 第一时间他的口径 其实跟柯文哲市长是一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文章我看过了 他容易被误解 因为谢院长以前当立委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 就是大学自治嘛 那时候好像是大学法的修正 他投入非常多心力 他跟卢秀义一样 都得到当年的这个金苹果奖 就是推动 不是删苹果 你知道我为什么笑 所以他讲的是大学自治 但是大学自治不能自外于法律 法律的规范还是要优先的 所以他并没有那样的问题 你的意思说可以排除谢系 因为你本身也是谢系 对不对 之前 现在谢系 其实没有什么在运作 其实民进党的派系 我觉得反例越来越 越来越少了 很久没有人提到谢系 没有用这个区分 因为现在所属可能 可能有些是鹰派了 对不对 只要我们常讲说非星系 非星系 那所以文哲 那你纯粹是界定是陈雨昕 他个人的因素吗 他跟柯P的私交 他现任的台北市 因为他主持那个节目嘛 那他那个节目 他应该是跟柯文哲的私交 跟绿色和平电台 我觉得关系不大 好 那昨天这个专访 采取预录 我们都上过节目 而且常上节目 叫预录 其实如果有政治判断的话 发现说两岸一家亲 他道歉 就像这个 昨天晚上 紧急台北市政府的 刘亦霆发言人 发出一个紧急的新闻稿 做了一些澄清 说他道歉 是针对 如果听到这句话 觉得不好听的人 他感到道歉 而不是说 他对两家一家亲 他说出口的这个道歉 我的意思就是 预录的节目 如果你有政治判断 或说你有幕僚群的话 觉得不妥 还是可以删掉的 是啊 我听说都是准备好的稿子 然后主持人是 主持人当然跟你不一样 你会一直追问 谢谢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稿子 那但是呢 他的主持人应该是 大家就谈好了题目 其实是套招啦 套招 套招 然后有小超 然后把他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这讲出来之后 马上发言人就否认 对啊 因为讲出来之后 就得罪了 得罪了很大的媒体 是是是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很多事情可以反推啦 就是说本来 那本来是谁在支持你 本来谁在支持你 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被背叛 这么生气 你想是 这个标题说 柯文哲终结 柯批 那个 那个是 那个已经是 已经是觉得说 已经是觉得被背叛 然后 辜负了他们长期的 支持 然后 柯文哲立刻做了修正 那这个修正 其实也正好反映了 就是说到底 他的道歉 是不是真心诚意的 那他道歉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 两岸一家亲 这个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 两岸一家亲 是一个主张 那你的主张 你要不要调整 或者是对或错 其实不涉及道歉 可是他后来 为了说 听到两岸一家亲 感到不舒服的人 道歉 然后又 又为了听到道歉 感觉更不舒服的人 更正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些都暴露了 整个价值的错乱 然后 就是我们 我们过去认为说 他是背离了 我们过去支持 他的台湾价值 那我现在看 恐怕不止背离 也就是说 恐怕 恐怕他心中根本 什么都无所谓 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中心的信念 到底你的 你的方向是什么 那所以 过去他曾经说过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很多人也 也觉得如此 但是 但是今天恐怕 他再一次印证 即使 即使是在 现在提名 因为看起来 他是 这是很关键的时刻 我这好像要问你 你觉得他这个时候 做这种动作 他想达到的目的是 我想看起来 那个社会的氛围 或者民进党的支持者 已经很 已经都 多半是倾向要 自体人选 不再跟他合作的 这个时候 我相信他是想挽回吧 那 这个之前 选对会四大天王 去跟他 接触 你觉得当初 会不会有一些 要求 说你一定要 有一种表态 所以 第一时间 不是陈雨昕 访问他的这个台子 第一个时间 创造出来的台子是 阿扁的那个 木桿餐会 可是后来 我在猜啦 可能被拒绝了 是 是 你的看法呢 呃 就有人这样推测嘛 只能推测 因为跟曲美鳳 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本来如果 如果柯文哲 昨天也不受访 从头到尾都 都不理会 那原来的推测 可能可能有错 嗯 但是昨天呃 有去受访 那看起来前面的推测 也是对的 嗯 就是说 需要找一个舞台 嗯 然后在那个台上 把这个 两岸一家亲 这个事情 做一个 做一个回应 嗯 那那只是我们现在看到 他的回应 是是很错乱 嗯 没错 所以你也同意 选对会有提出 可能 我们也合理的推测 他可能有提出一些 条件 或者说 能够转环的空间 要他释出这个空间 嗯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 修现有的资讯 啊 嗯 因为选对会 包括对我 他们也是说 他们是去告知程序 嗯 好 那但是告知程序 有没有其他的讨论 就我们就不想 就不得而知了 那但是从 如果那一天 呃 是跟他说 我们不可能合作了 决定了 啊 那我相信 柯市长 昨天不会有这种安排 嗯 那柯市长 他的 他第一时间 他说 大不了回去当医生 可是你看他后来的态度 其实是 有一点畏惧说 民进党会自体人选 你的观察呢 我想应该应该应该是这样吧 他过去的支持基础是是民进党嘛 2014年嘛 其实我们真的曾经非常非常无私的支持过他 嗯 那那个无私真的跟大家想象的说 真的人物都在盘算自己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大家很期待就透过他就可以把国民党拉下来嘛 啊 想要改变台北嘛 啊 至少我那时候的心情都是如此 嗯 那只是后来我们会觉得说他的他的路线他的方向他离我们原来支持的越来越远了 嗯 我们本来希望透过他实践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愿景梦想 嗯 但是看来我们后来看到都都没有办法了 而且越走越远 嗯 那所以才觉得说民进党应该要提自己人嘛 嗯 好 那但是呃在最近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他或许他是想挽回吧 嗯 哦 呃其实文生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啊 有一次我上这段节目有一个主持人把我问傻了 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 立刻我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要问的就是说 那位主持人问 柯P口中说是两岸一家亲 有这么严重吗 只有这个你们就反科反成这样吗 有这么严重吗 床头草床尾和他自己早就讲他是脱稿演出 他也不知道那时候他觉得他失言了 或许他是这个意思 那反科除了因为我讲的不是施政的部分 我看所有的论论调就是认为柯P背叛什么的 是背叛这个所谓意识形态的过去的你们合同的这个价值吗 真的是只有两岸一家亲这个口头上的 或许他要双城论坛或许他为了世大运之前的一个策略 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如果是为了世大运之前的一个策略 他今天这个记者会应该世大运结束一两个月就可以说明 但是他那时候告诉大家的是 是都放他一个人去努力 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 他说国安高层也看过稿子 然后呢就让他一个人在前线作战 他还掉下眼泪 那时候引起了到底谁说谎的风波 大家记不记得 那如果是只是策略性的运用 他在那时候早就可以说了 但是你看到其实不是只有策略性运用 大家跟老共交手都很清楚 这个一定是跟台办他们交涉好的 就是去上海的谈话 那他有没有影响 他确实造成影响 我随便举个例 中国好声音 台北市的文化局 不是只有帮他借场地 还补助他 让他进台大 让他进台北各个校园 如果没有台北市文化局挂名 大家知道有那么容易吗 但当然还有背后还有几个比较偏中国的立委在协助了 那这个是不是两爱一家亲嘴巴讲讲而已呢 这个就是后面搭配的很多的合作 不是这样子的 过去孤冠敏孤老他也讲过兄弟之邦 您过去追随的这个谢长廷先生 他也曾经讲过高雄跟厦门是一个国家两个城市 一国两市 那在柯比讲这番话以后 纷纷包括赖清德都有讲过 这个相关的这个两岸的谈话 那其他直辖市长也讲过有中和中啊 清中爱台啊 这是赖清德 清中还爱 清中爱台 爱台不是问题 但是清中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尺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们也要跳脚呢 为什么不质疑呢 但是赖清德也同时讲 他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务实的政治工作者啊 也就是说兄弟之邦 或者是跟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 或者是两岸的交流 我们都不反对啊 但是那个主体性 那个主体性 我们看到柯市长他是上司的那个主体性 也就是说他他接受了 接受了两岸一家亲之后 他很多东西是被中国牵着走的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他为什么 为什么有 有 媒体 会对他 对他认为他是背叛 那个表示 过去深厚的深厚的背景跟基础 那个连结有多深呢 其实文正念的是中国时报 我必须要讲你第二次了 念了两次这个标题 听众朋友 你要知道 杨文正念两次这个标题是出现在今天 可能大家也很关注的是 中国时报 用一个社论 两个版 来批科 那过去在版面上 感觉是轻科或挺科的 他们在头版头的标题是 柯文哲终结科批 书臣道歉 换礼让 那另外在A3版是 期待跳脱蓝绿 在磕手中毁了 政治水母 打碎人民信任 让年轻世代失望 社论的标题是 科批不再是科批 只是民进党的傀儡 骂得非常凶 对 你刚刚引述这个是 你认为说 中国时报有这样 跟你们过去 有遭背叛的这种同感了 这个如果是我讲 他根本理得不理我 对不对 但是这是爱人 这是爱人的背叛 所以他是气到气急败坏了 这表示 那为什么是爱人 就表示以前 多么水乳交融 那大家可以去分析 背后的脉络 这个我想不需要我讲 我想大家眼睛都很清楚 那我刚刚提到 因为如果是两岸一家亲 那你就影响了整个 整个台北 很多的政策的发展 包括我举例 他如果是去城市交流 双城交流通关密语呢 其实我不止 我跟大家报告 2015年的时候 柯市长还说了说 一五共事 他那时候还不接受两岸一家亲 到晚一点才接受 那在那之前我就发现他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低估而已 Murmer 我心里Murmer而已 因为我办了一个 那个史明的纪录片 我是制作人嘛 那我邀请了 那时候我跟他 我们觉得说 我是他后院的总会长啊 然后我的手印呢 我特别觉得说 像这样的人物 我们应该放在 华纳威秀 然后邀请他 配合他的时间 他最后 他最后选择不来 不来 你说他回避掉 他回避 他回避 所以他在 他在很多公开的地方 他其实陆续回避 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啦 其实李登辉的活动 他都派他爸爸妈妈去 这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他的很多的操作 可能是我 因为我要跟他进去 我比较仔细看 我可以很清楚的分析出 就是说 他自己很多东西开始回避 他不可以出席 这个史明的纪录片的手印 手印会 因为我们大家那时候期待 因为他是媒体的光环嘛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 大家来报道我的这个宣传 我的纪录片的宣传 那时候他的幕僚都来了 他的戳戳妹啊 他们都来看我的电影 那简医院后来证实 简医院后来证实说 他本来要想办法来协助我的 但是市长办公室认为说 这个东西要兼闭亲也 不可以碰 其实某种程度我很反对 就是说你曾经跟过一个人 那因为某种因素 你离开这个团队 而去报当初的料 我说实在 就像我不会把我的脸书 或者说这个脸书上 Messenger或LINE上面 曾经人家跟我私通的一些 这个文字讯息 我不会再贴出去 除非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需要发通告这些东西 我想一遍是人家问到他啦 他其实他很多事没有讲啦 一码归一码啦 但是他竟然说出来 你可以评论啦 我问他很多事 他都说 他就是说你说的 跟过他共事 所以不要讲 对对对 因为要起码 起码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底线 所以文字 这一段我们快结束 我还是把这个事情干脆一次厘清啦 好 就是说 过去你们是不是因为柯P主张白色力量 而去挺他 就不管他是不是莫利了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有没有可能因为要选举 要连任 不管连不连任 就为了选举 谢阳宁院长当初要选2008年的总统的时候 他也曾经定位过 所谓的他支持的是一中宪法 那如果这样的话 做文章的时候 我们现在宪法都遵循宪法 我们宪法就是一中宪法啦 好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免疫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柯P就不能免疫呢 其实一中宪法是 是经过非常缜密的讨论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民进党的立场是这样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个2300 未来的前途有2300万人民决定 那现在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就是接受了现在一中宪法 所以谢长廷提的是宪法共识 你刚刚说的这个跟厦门的往来 他是说在现在的现行宪法制度底下 那他讲的中是中华民国 对 所以后来人家说他是一中宪法 那我觉得那是媒体简化了 在宪法的共识底下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这个这个宪法 所以我们在在内政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 来讨论两岸关系条例 这个是这个是现状 没有错 但是我们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我们期待是从这个现状里面 去发展台湾的主体性 那如果在首都的话 像首都的话 我认为要发展是国家首都 那其实尤其是我们整个外交的处境困难 我们的现状困难 首都他的角色 更不应该去陷入那样的问题里面 所以其实首都有时候可以代表国家 所以我最近把它简化 我认为说我们应该 努力的方向是从Chinese Taipei 发展成台湾 Taipei 就是首都的定位 那Chinese Taipei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我们被定义或者是被要求 用这样的名称参与国际组织 但是我们要不要永远就接受这样 或者是我们接受这样 然后真的往说台北 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发展 不是的嘛 我们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底下 我们努力 未来把它发展成是台湾台北嘛 那这就是 这其实也是我们对中国关系 我们愿意友好 愿意交流 但是我们的主体性 我们要坚定嘛 那我想我们对柯市长的看法 应该也是在这样的架构底下 好 文字我们先进广告马 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姚文志 文志我们刚刚聊到 我们回归主题 意识形态的这个论辩 或跟尺度的论辩 其实论辩不完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柯P他昨天接受那个访问 的确第一个确定的低姿态 他有目的的 希望在某些平台上能够化解过去 他曾经讲过两岸一家亲 这个绿营对他的不谅解 所以我们两大主题 一个是两岸一家亲 他确实道歉 不管你是怎么道歉 道什么歉 第二个他还丢出来 他支持蔡英文2020连任总统 这两个部分 你的看法呢 他做得到吗 以及他丢出这两个 绿营在这么短的时间 会接纳他 重新接纳他吗 还是说为时已晚 我觉得很多人的看法 是为时已晚 那更何况 更何况这两件事情 当然是同时发生 可是两岸一家亲他讲完以后 立刻回去发文更正 说他是因为 是听到两岸一家亲 不舒服的人道歉 不是对两岸一家亲道歉 那 你是说他是没有放掉自己 当初的一个 意识主张 那表示说 表示说你讲的 你讲的其实也是翻来覆去 改来改去嘛 那柯市长过去讲了很多话 大家 真的能够相信他讲的承诺吗 我看我看现在能够信赖的 应该应该很少了 尤其是 尤其是绿营的支持者 那我们提到选队会 上礼拜其实很关键了 是 一直延绕到这礼拜 下礼拜更关键了 会做出决定 你认为会做出什么决定 他们用什么做评判依据 是七成民调 说基层的这个反应吗 还是说看了你的游行 哇既然这么多人 大家基层的声音是这样 还是基于什么考量 那蔡英文跟洪耀福呢 他们是不是为二的 我接到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们为二的 他们最后没有点头 说要这个自体人选 卡在这两位 我想选举的评估 当然很多了 那包括像过去认为说 柯文哲有外溢效应 正面的 但是很快就被反扑 认为说有负面的外溢效应 包括这两天又回到说 新北市会被影响 我觉得那个道理一样 就说那你好像要跟柯文哲合作 比较有正面的外溢效应 那同时不提自己候选人 也会有负面的外溢效应 所以这些效应 在选举的计算里面 我觉得高层 他其实不断在摆档 然后举及不定 那我经常 确实嘛 确实 我不晓得你刚刚说的两个人 是不是这样了 你不点名 但是确实高层还没有做出决定 这个时间拉太长了 当然还没有做出决定 因为他下礼拜才要决定 他今天还在征询 形式上他也不可能说已经决定 那我想柯市长也是因为 还没决定 他才会去做这个访问 至少大家研判是这样 没决定不是他决不决定 是你们高层要决定 你们要选对会也决定不了 关键当然是最高层 但是他研判高层还没决定 所以他才去受访 如果决定了他干嘛去访 对不对 那高层确实没有决定 这个决定早该下了是吧 决定 其实总统有讲 小英总统有讲 他说只要知名度够 然后对都市的未来 能够提出一些很多主张 这个选举还不算太晚 这个其实我倒同意 那也是打嘴炮 那他如果要自体能选找自体 他还是保留李让柯批的想法 没关系 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选举的战略战术 当然可以很多讨论 但是如果讨论到最后 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定论的话 也就是说正面负面 或者合作好 或者是自体好 各种讨论 现在几乎都没办法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就回到 回到初中 初中就是自己人选 我觉得回到初中 就是说 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吗 就是民进党现在是不是 全面执政的政党 是吗 台北是不是国家的首都 是吗 首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必须执政 去努力经营的地方 是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负起责任 提出自己的人选跟政策 是吗 那其实只要这样去想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只要这样去想 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文字你是 也算是资深的政治人物 过去又做过媒体人 不那么单纯 就是说 要考虑到所谓的柯P 他本身 他的民调 我们不知道他讲了 这个求和之后的民调会怎么样 还没做 之前他始终在三成以上 甚至有的加速做到四成以上 那你要考虑就是说 蓝绿分边 纵使他的过去营造的这个策略 可能会吸引这个中间浅蓝绿 他会 尤其浅蓝绿部分 他会归对 我们假设 不是很零和很绝对的 我们就是假设他会归对 那可是他 你不能会员 他有中间 尤其他有年轻选票的 有铁粉的支持 那你会考虑到胜选的这个部分吗 我刚刚提的 我刚刚提的选举的策略跟战术的考虑 就包括这个 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都讨论过了 我们要听到答案 当然知道 你们选队会神神秘秘的 这个 这两个礼拜不可能再出来的 这个答案就是 这个答案就是说 那个 也有可能 柯市长可以继续得到年轻人的支持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在经过了政策的辩论 或者是更多政策的沟通 大家知道说 市政的推动 可能不是 不是大家真的都满意 也就是说 他现在支持的光环 很可能是因为现任市场 或者他是媒体的宠儿 因为他的新闻 他的新闻比总统还多 你坦白讲 我曾经讲过 坦白讲 你如果在台北市做民调 很可能 很可能 柯市长也赢过蔡英文 其实他也赢赖清德 大家知道吗 他也赢 在全国政策或声望方面 对 但是 但是 就选举的分析来讲 民进党不会这样看的 因为真的下去选 跟现任的状态 这都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 打起来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所有选举的 战术跟战略 或者是民调的这些讨论 这个选对会都讨论过一轮了 所以我说一轮 最后 米平 就是说到底好或坏 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那我就建议说 就回到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一个基本的责任 或者是从政的初衷 初衷 那个从就很简单 我常常讲 那个是ABC的问题 就不要讨论了 那民进党就提自己的人 好 那提谁 如果觉得姚文字不够强 那就找再强的来 好 那那跟我一起初选 那我曾经讲过嘛 就是说跟我初选 如果赢了我 我一定全力支持他 就像我2014年 我也是跟柯市长 对对对 那个民调之后 我支持他 一样嘛 不是 如果选举没有任何盘算 只是要回到初中的话 那为什么过去新竹县有所谓的政律合作 过去2014台北市 为什么有所谓的 也是柯率合作 我刚才跟你讲 选举的盘算 都已经盘算过一轮了嘛 不是没有盘算 我现在说的不是没有盘算 我要问的是说 如果现在是三分天下 有人讲说 谁是那个黄大洲 谁是那个赵超康 谁是那个陈水扁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认为 你是谁 我认为啊 我认为大概以我对 对我市政的准备 还有对城市的梦想跟热情 我会是拿到陈水扁的选票的那个人 你会胜出的 因为我是 我一定是在绿营提名嘛 民进党提名嘛 所以我当然是 我当然是代表陈水扁啊 那两岸一家亲的有两个啊 那那个他们谁是赵超康 谁是黄大洲 恐怕年轻人也不是很记得 这段往事都已经20年前了 那一年我还是学生 好我们先下马 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姚文志立伟啊 呃文志 在这个最强的人选方面啊 现在大家都会讲 吕秀莲他认为他是最强的人选 你也认为你是最强的人选 好 那后来有些人还有一些戏缝 他可以插 就是说赖清德才是最强的人选 那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在此当口 因为下礼拜三的结局没有公布 这个缝隙里面 还是有人提到其他的可能性 譬如说赖清德 有没有可能他是最强棒 好 那虽然新潮流系都带他否认 他自己也说没有 现阶段没有这个规划 那还有陈局也被点名 你认为呢 这是可不可能成为 真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 那如果说以现在的知名度声望 那当然赖院长他会是最强棒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以对台北市的准备跟了解 以及未来对这个城市的愿景的推动 我认为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最准备最久的 甚至比赖清德久 因为他是台南市长 他在南部上来 在北部 也没有基础 我觉得大家 如果提名我给我机会 大家就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城市型的政治人 我什么叫城市型 就是我真的非常关系一个城市的发展 我对很多的政策 我规划了很多的解决的方案 我很有想象力 那我过去从政 其实最重要的经验是在高雄 我在高雄十年 那十年让我体会到 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城市 那我们刚刚提到很多 很多其实价值 它是一个出发点 那重要的是 这些价值能够实现 让这个城市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我也不认为那是意识形态 那我知道我们的外交有很多的困境 那其实首都他的角色 他更需要特别的来扮演 他一方面是对这个都市的经营的角色 一方面他是也代表台湾 所以他的重要性 更是必须在我们的价值脉络里面 那你认为这方面你比赖清德 如果你就是论事来看的话 就过去的经验来看 你的经验值 我在当新闻局长的时候 其实赖院长他是立委 坦白讲我们是差不多都是同宅的关系 那我知道当然他在台南的台南被封为赖神 但是我过去的城市经验 我不比任何人差 我在高雄做了美丽岛车站 那时候破天荒的 世界级的 我的成绩是很多是世界级的 现在高雄最热闹的博尔艺术特区 是我当年 大家没看到的时候我做的 我做爱河当然在台北的观点来看 不见得那是一个大的 但是我对台北也提出了很多愿景 大家看的我的政策 大家常常称赞我的3D动画很好 但是大家知道 那个背后是整个政策研究 各种心血的捷径 你有相当的城市经验 行政经验 这个方面具足的 那你也当过立委 那赖清德是老立委了 那也在台南市制事过 所以有些方面是 这样像您的这样分析 可是有些方面是讯息面的一个分享 就你了解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我是觉得现在 他才好像行政院长是七八个月吧 那菊姐才刚上任 大家知道行政院长跟总统府秘书长 不是儿戏的嘛 他不是来这里过个水 然后要来选举 柯文哲讲一句话 我觉得蛮正确的 就是台湾太选举挂帅了 大家忘了 其实他那个位置 比台北市长还要重要不是吗 赖院长那个位置 他好好在那里坐 可以实现他对政治的理想 我想他 他现在很多事情非常积极 台湾要改革的事情非常多 他在那个位置上 他对台湾的贡献 或者对蔡总统的帮助 我想比来参选市长还要重要 可是过去的谢院长也没做足一年啊 对不对 那过去我不比国民党民党也有非常多的 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当时有一些背景脉络嘛 那个那当时有四大天王的 静和的关系 呃 谢院长他做不满一年 他是因为选举下台负责 就说我们会经过 那那现在并没有选举啊 现在是派人参选而已 我跟你说政治没有什么不可能 又碰到选举 为了慎选考量 那否则的话 蔡英文总统他出访回来 面对记者的时候 呃 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问到赖清德 他为什么笑而不语 他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他做院长比较重要 为什么他笑而不语呢 而且我们听到有一些 台面下的声音 讯息的流通 在媒体圈 呃 某种程度是蔡英文方面 他的幕僚有些 这个放话哦 嗯 然后星系他们防堵吗 说呃 不可能 尤其小段 他在前锋 他说不用堵了 不不可能是这个 赖清德 到昨天都还有这样发言 其实我认为 呃 依我了解 我们我们也跟赖运长 聊过啊 我认为也不可能 你们跟赖清德聊过 是谁跟赖清德聊过 我本人也跟他聊过啊 他意愿完全不行 我当然没有直接 直接去那样追问 但是我我看到他对整个国家大政啊 他现在的心里的蓝图 以及他以及他付出的努力啊 那 蔡英文总统会被丢出这张牌 大家如果去回想啊 其实有一个事情很关键 如果赖院长他要参选啊 他其实应该会选择新北 嗯 为什么 因为新北很单纯 而且他也是很强 而且他的故乡在万里 是 啊 如果他如果他如果他当时在呃他还没有接任行政院场前那时候的讨论 嗯 那时候的空间很多人是建议他去选新北的 嗯 也不是台北 嗯 所以你判断不可能是有任何变数了 那个时候都没有选择新北的 怎么会这时候来选择台北 好 那后来这段时间就算是呃不离让柯文哲了哈 呃你跟吕秀莲怎么摆平呢 我不是说你摆平吕秀莲 我就说你们两个之间用什么互动机制 好 用什么参考的一个标准值 会决定你上他下或他上你下呢 我我是觉得如果都想不出办法 那就那就回到初选的制度嘛 哦 那但是这当然还是选对会去上脑筋啦 嗯 那因为我我们其实2014年也有交手过嘛 就是说党内的提名的时候也有交手过 嗯 好 那2014年之后我我更是卯足了劲在准备啊 嗯 我对台北市的很多很多大的方向更清楚更具体了 我的愿景更轮廓 嗯 我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描绘的比我清楚啦 嗯 我想接受选民的检验嘛 大家觉得谁呃是适合代表民进党 嗯 那未来谁适合当下一任的台北市长 OK 我是很有信心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再跟姚文志来深谈 马上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讯息 就是吕秀莲前副总统 他上午就开记者会 记者会名为痛斥失败主义台北No.1记者会 他面对呃记者纷纷提问问的都是柯文哲 今天的发酵的新闻 那他认为说昨天有一位教授 他的意见 好 那他不以为然 他说呃 这位教授认为柯文哲妥学了蔡英文总统还是会礼让 呃 刚刚你也回答了赖清德的部分那个呃 我知道应该不是来清德 哈哈哈哈 所以故意喊话 那最后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反应非常热烈 也纷纷的留言哦 还是关乎就说呃 就算是杨文志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准备好不是你施政 这个施政的部分真的是没话讲了 你陆陆续续像西区啊 像这蓝色公路啊 或者说像所谓的第二胎 这个我们没时间聊了 第二胎国家补助等等哦 那还有最近你的一些施政蓝图 其实这个部分都做得不错 那问题是说选举不一定是哦 你施政好 像黄大宗是个例子 陈水扁也是个例子 在施政 施政好 不一定会选的上 会连任成功 那就你来讲呢 之前的民调 我不用那个坊间的民调 我用民进党 当时候选队会召开会议的时候 他们拿出一个民调说 丁手中只有三成 那科P是三成五 那您是已经从一成多 爬升到二成五 是在游行之后 那我是看丁手中 就代表莱茵会这么低吗 那还有二成五 对绿营过去的基本盘 基本盘至少阿扁冲到四成七 林医院那一次有三成九 在四成上下 你想阿扁林医院是投票的结果 投票率 但是你要知道 当年他们的民调更低了 真的 但是那是当年 那民调 现在 其实那个民调他呈现的就是 绿营开始归队了 因为四二游行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自提候选 自提人选 才是一个正办 所以绿营开始归队 那但是还是有些 还在 还支持科市长的还有 那这个等到提名过后就会改变 我想选举 一个是提名嘛 那一个是当然有市政的功课 要让大家确信说 那就我的功课来讲 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焦点转换到这个市政 市政的角色 然后这个市政的两秒 就是说到底谁能够把市政做得好 那我其实提了很多很多的看法 那我相信我的 大家给我机会 有机会跟大家沟通 等你确定了 确定提名 我们愿意开放这个机会 开放给别的候选人 现在不提名 大家都只问我能不能提名 等我有机会提名以后 大家问我 我能替台北做什么 那其实我已经准备了那么多了 我相信大家有空的话 上我的网站 姚文志翻台北去看一下 我广告一下 好 针对这个问题 我帮大家整合一下 刚刚我就问过姚文志了 我问他说 有人讲说到底谁是黄大洲 谁是赵绍康 谁是陈隋扁 讲的是民国83年 1994年那一次三分天下的一个局 姚文志刚刚已经讲了 他认为他有自信 变成陈隋扁胜出 那至于那两个 我们就看有没有办法 绿营把柯P边缘化 以目前概况来看 是还没有到那个火候 那至于说谁是那个 那个大家就自己评定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帮 也是你的绿营同志们 尤其台北市议员 少数台北市议员 是 王威中啊 还有这个高嘉瑜啊 那另外还有吴思瑶 他们讲讲话 因为他们因为这个议题 而被某些程度 舆论的一个压力 或者网友一个 或者支持者 给他们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对 我觉得大家不要 那么二分法 我相信他们议员扮演的角色 那对现任市长 他们有不同的评价 那我觉得只要民进党 做好决定 我相信他们都会归队 我想都很清楚了 那现在 现在因为民进党没有决定 那当然有的人会站在这边 站在那边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其实我跟他们也都有私交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需要把政治那么决然的划分 那现在在讲的是一个 一个基本的价值 那但是对整个选举的评估 我相信不同的议员 也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都尊重 好文治 最后三十秒的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 民进党中央决策 在这一局里面 真的拖得太久了 以至于有些人受伤 而且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晚了 对不利于你们的一个运作 起跑 刚开始我真的这么想 但是后来我陆续在看 因为不断的放话 其实都给我机会 本来大家可能也不注意我 但是不断的放话 就是会有大佬说什么 会有大咖 会有黑马 会有什么样的各种作为 其实都给我机会 让大家看到我 我后来其实感谢 其实这段时间也让我 变成是 最接近会被提名的候选人 我有那种感觉 那我相信 机会给准备好的人 我对市政方面做好的准备 我们现在就等民进党 他能够很明确的 来做一个决定 好你下节目 或许多一个感谢的人 你要好好谢谢他 就是 绿色和平的陈雨昕 陈主持人 好我们今天节目